我他妈说对了吗 苹果十六现在就是个垃圾 现在黄岸北里边做十六系列的 马上完蛋 今年绝对是苹果最窝囊的一年 他妈发售级破价 我今天来市场一看十六系列的爆价 我操吓我一跳 老型号更不用多说了 看见了吗兄弟们 这些全都半空了 在之前啊 这些也都是可以日入过万的档口 我估计现在都他妈回家种田去了 所以大家能看出来 今年苹果的行情是真烂 那就先带兄弟们了解一下 苹果十六全系列的最新拿换行情 走 你这十六到货了 对啊 全新级128多钱 你要什么颜色 最便宜的颜色呗 最便宜的的话3800 十六全新的3800 对 还有一多 plus呢 4500 pro呢 6300 pro6300 你这pro max呢 pro max的话是7400 我的天爷爷兄弟们 十六pro max 全新的7400 太狠了 那看你说你要这样的话 老型号他不得爹麻了不降那多 哎呀别提了 被他不傻子才没了 行 我带你去问问啊兄弟们 想都不要想兄弟们 老型号现在性价比一定是拉满的 你看之前这些还从他那拿货呢 也搬走了 我操了 你这新兜的啥 13 对啊 128亮剂 降价了吗这玩意儿 别提了 现在这玩意儿已经清楚了 我操降这么狠吗这个 十六发布就这玩意儿降的最多 没多少是吧 都是亮剂啊 多少台 20多台 哎 你这都不够卖的 我全给你low了吧 说好这个价格不能给我加了啊 我没拿包 我待会儿让小弟过来拿 看来今天这个十六对老型号影响确实很大 我再带你们了解一下上一代的15 我看他们哎 你们发口语圈 那个十五降挺多是吧 对啊 多少钱 不到3000 全新的 二手的 全新的也有3000再多 那你这全新的还有多少 不到两百 全新的不到二百 二手的我不要 全新的我全给你low了 这玩意儿咱也多腿 兄弟们要的也多 二百多 我让小弟过来拿包 我没拿包 要不先给你转个定间 不用不用 不用 不用 行 行 是不是感觉挺吓人的 我跟你们说 这也不是最吓人的啊 哎 我刚才忘问你了 十四朋友麦子 你这多少 三千九啊 三千九 前几天私信比我问多的 就是让我推荐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器 首先性价比这个东西 你得看预算 另外咱不讲预算 就单从一个机器方面来讲的话 目前性价比之王的话 就是十四promise了 这个机器你只要预算够 直接low就行 三九什么乘算 九五的 九五的 亮冲的有没有 亮冲的你就会二百 有多少给你拿多少 行不行 行 我待会儿还是我让他 让他过来拿就行了 你把刚才十三一块给我包上 好 真是他妈笑死了 兄弟们 你们说十四promise 这高端旗舰机 又啥又啥 零动岛 带高刷 大电池续航 A16玩血 你随随便便用过五六年 都没事的机器 你说现在这行情给他自己干的 跟低端机的价格一样了 然后十五promise 我就不带你们问了啊 我刚拿了三百多台 十五promise 咱家是不缺量的 全新级46张 然后咱们家的全部的十五系列啊 咱家只做全新的标准 没有拿二手的 这个时候咱们家兄弟们 肯定会问了啊 人家档口那干批发的 都给撑不下去都不干了 你哪来勇气 吞那么多货 没办法 兄弟们咱不缺量啊 说白了 这一点啊 得感谢兄弟们支持 你这没办法 就真诚啊 我卖的机器就是屌 就是好手机 每台机器 只要往我赶往我车都保两年 为啥 那只不见老水 前人还过来我反馈 三年前找我拿了一台十三promise 到现在还用着呢 你说这叫啥呀 这叫品质 我说白了 我跟手机打交道 打了这么多年 我卖苹果手机 这都算第七个年头了 我太懂买手机的人怎么想的了 我就是把你们的小心思 研究得特特的 二手机这个东西啊 大家都知道便宜 比买新机能省很多钱 有性价比 但是你真正讲的是性价比吗 其实不是 二手机这个东西 它不是看价格 它是看品质的 是看你品控 质量才是第一 你虽然是省钱了 但是好歹 一台正二八景的手机 也得花个几千块钱 你说谁拿到手里 它不想用几年呀 有的我说白了 那种比较丧良心的商家 你卖给你一台手机 你别人用两三年了 半年之内嘎嘎出问题 那售货也不给解决 手机这个东西 电子产品 可是经不起折腾的 咱做的都是纯严装的 行了 我废话不多说了 兄弟们都懂 接下来 也马上到了我们手机行业的旺季了 因为接近年底了嘛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几乎就跟住在市场 是一个意思的 还是那句话 有事给我发邀邀 现场挑机 亲自给你安排 想再花美套货 记得关注董董 散会